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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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 大家好 我是哥特男 全国万里冠军魏士诚竟练成神功 把歌舞员一脚踢倒 成为全法第二个暴走歌舞员的男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现在来看看事情的来龙去脉 自从歌舞员被这些健身大边的斗主发现以后 他彻底火出了圈 经常用免费的人肉沙包可以打了 还都是志愿书上门来挨打的 头一段时间 万里冠军魏士诚和健美大人短腿小萝卜 看着歌舞员整天在网上挑战这个挑战那个的 就看看这歌舞员天天在网上呜喳喳喳的 找这个配那个的 我就不信他那都是真的 然后感觉他们总是有点夸大其词了 怎么可能的 全国班二冠军 我职业建美运动员 走 看看怎么回事 两人一拍即合 非要给歌舞员那颜色看看 两人毫毫来提款 反备哥老师给收拾了一顿 人吃了个哑巴亏 必须再来个二番战 一雪前死 这部健身大人短腿小萝卜 电话摇人 带上好兄弟先行一步 找歌舞员报仇 连美人计都用上了 最后还是败的一塌苦涂 都没了脾气 这部卫世诚想了一个黑道 再去会会他 这歌舞员咒一咒 这时候弄俩温温和桃 嘎嘎硬 他就是搞不死他 你可别小看这俩和桃 这可是他太老爷传给他的 要是歌舞员扎碎了 晚上歌老师可就睡不踏实了 我把这也扎碎了 你太老爷晚上不会着话了 你又咋不睡 但是咋睡 今天老爷赶 事与支持 歌老师也就不会手下留情了 干扭完了 一涨下去 效果立马呈现 卫世诚当场就傻眼了 这可是他太老爷的东西 你等着 我晚上太老 我太老要找你了 你等着 上次来提馆时 卫世诚和端腿小萝卜 光体验了 歌老师的通美圈 没有尝着他鞭腿是什么滋味 回去之后 苦练腿法 现在已经把腿练得非常硬了 网友们对于歌老师的鞭腿 也都持怀疑态度 也没有看到歌舞员 腿部发力 怎么可能表现得这么夸张 要是说手部打击力量 表示认同 但这个腿部力量 属实让人怀疑 这次必须要好好感受一下 让网友们仔细看看 到底是真是假 看看 行 那你准备好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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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看看什么都硬汉的腿 猛男 天腿直接把装面好的卫士层 踢成了婴儿般的睡眠 腾得一动不动 谁也不会想到 卫士层要放大刀了 老师 你这样 你一个 我送你辆车 你让我滚面 给你这样不会挣点面 你车空间够不够带 我平时还得遛卢小龙 他上蹭下蹭的和活活 你放心 这车空间嘎嘎大 孟老师也没有抵挡住 奖品的诱惑 答应了他的要求 必须配客 这次卫士层 要搭陷谁走了 踢一脚 不知道 你得感受你看看 看这个没有我似的 准备好了吗你 我来了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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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 神功大成啊 卫士层终于找回了自信 哥老师反应是真快 刷一下就到地了 看来哥老师没少看WWE 台湾身的绝招他都学会了 我们可不要小看卫士层这一腿 他练过散打 拿着垫子 一般的人扛不住 比如我 卫士层这次算是智能了起来 他是第二个让购物员倒下的人 各位大佬对于这件事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谢谢我们下期见